女人惧怕恶鬼索命 将自己全身涂满经文 可唯独忘记双满 这是一部 关于三女一男强烈互动的颜色老天 影片全程高能 人鬼难分 剧情更是反转在反转 强烈建议 爱看你的大冤种朋友 一同观看 上门女婿禽兽 嫌弃老婆是个病鬼 每日对其拳打脚踢 更过分的是 她不仅当着老婆杨小姐的面 将新来的丫鬟小翠给侮辱了 还要整死对方 求生的本能让小翠拼死反抗 撕打中 秦兽不小心跌进水缸 来了个倒茶松 小翠见状 一边狠狠将秦兽往水缸里赛 一边大呼杨小姐过来帮忙 想到自己曾经受过的 种种虐待羞辱 杨小姐下意识地跑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缸内再无动静 小翠壮着胆子掀开缸盖 确认对方淹死后 小翠拉着被吓呆的杨小姐 将禽兽裹上棉被 扔进胡同口的池塘 试图伪装成禽兽酒后 失足落水溺亡的假象 可这毕竟是第一次抛尸 他们竟不小心将棉被也扔了下去 这让杨小姐惶惶不可终日 生怕自家棉被浮出水面 这导致她每晚噩梦连连 几天后 棉被被一对钓鱼的祖孙捞起 但尸体却并未出现 即便是这样 目睹这一切的杨小姐 依然被吓得晕死过去 到了晚上 禽兽的尸体猛然窜出水面 还湿答答地回了家 睡梦中的杨小姐 突然被开门的支鸭声惊醒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下一秒 极度恐惧的杨小姐 吓得赶紧呼吸 可等小翠闻声赶来时 却发现屋内只有杨小姐撕叫着和蚊帐纠缠在一起 但杨小姐却笃定 自己刚刚就是看到了禽兽的鬼魂 隔天一大早 杨小姐就准备好祭品来到池塘边击拜 起料前一秒刚插完箱 池塘就 可飘上来的并不是禽兽的尸体 而是一条体型硕大的死狗 接二连三的惊吓 让杨小姐卧床不起 大夫看完病再三叮住小翠 一定不要再让杨小姐受到一丁点刺激 否则是很容易挂掉的 然而就在小翠送大夫离开时 突然发现一众村民商量着要抽干池塘里的水 原来近日大家都闻到池塘内传出阵阵恶臭 具有惊艳的老人猜测 那味道像极了腐蚀的味道 小翠了解前因后果后 赶紧跑回家摇醒了气息奄奄的杨小姐 可等到水抽干后 堂底却不见禽兽的尸体 只有一只腐烂的死猪 这下杨小姐赌定 禽兽肯定已经化作僵尸 水鬼之类的邪物 强烈的恐惧之下 杨小姐喷出一口精血病情再次恶化 深夜 被噩梦惊醒的杨小姐骇然发现 五官溃烂的禽兽竟倒挂在床头 就这样病入膏肓的杨小姐被活生生吓死 然而诡异的是 杨小姐葬礼这天 禽兽竟披麻带笑出现在灵堂 神情悲痛地处理了杨小姐的后事 原来禽兽早就和小翠相好 为了能顺理成章 继承杨小姐的万官家财 他们俩密谋用烟嘴在水下透气炸死 然后假冒鬼魂一步步活活吓死杨小姐 又怎会死得明目 头七这晚她回来复仇了 禽兽死后 小翠惶惶不可终日 吓得她赶紧找到神婆求助 神婆保证一定会将对方鬼魂 打入十八层地狱 永不超胜 她先安排自己的青春小女徒 跳了一场不堪直视的十八剑 此处剧情自行脑补 省略三千字 法师准备完毕 神婆便剃光了小翠的毛发 在其全身写满经文 临走时神婆叮嘱小翠 若杨小姐鬼魂今晚来索命 千万不能跑 只要默念大悲咒 对方便不能动你分好 神婆拿钱溜之大吉后 杨小姐缓缓推门入 听到一响的小翠 赶紧默念大悲咒 愣是一动不敢动 奇料神婆摆秘一树 竟忘记在双耳化腹 这下起手来真是方便极了 小翠的双耳被杨小姐声声扯掉 自此成了流落街头的疯子 这对偷爱的渣男渣女终于得到报应 而真正帮杨小姐复仇的 其实是她的孪生妹妹 在外求学的妹妹刚回家 就发现姐姐被姐夫谋害 于是便有了装鬼复仇的戏码 真是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过谁呀